拍完这个关于鲁斯拉娜的那个自杀这个纪录片啊 几个月过去了 这时候呢 皮特呢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另外一个模特自杀了 这次呢 是这个也是鲁斯拉娜的一个好朋友 发生的地点呢 在乌克兰的基辅 名字呢叫这个叫什么 这个我管他叫安娜斯吧 安娜斯吧 要不然特长安娜塔西亚 安娜塔西亚 安娜塔西亚也行 他呢就是从这个自己家的那个高层的公寓楼里边 跳楼自杀的 就这个女孩 就这个女孩 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他们的共同的好朋友啊 露巴呃对跟这个两个女孩啊都是好朋友 呃这个皮特呢 赶紧就又去找他 呃这个 露巴就说 哎呦妈呦 现在啊是前面是鲁斯拉娜 现在是安娜塔西亚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个朋友会是谁了 我周围 还会有谁啊 于是皮特啊一想呢 我赶紧再拍吧 这不是又能捞一笔钱吗 于是又给TNT赶紧打了个电话 说那个又发生了一起自杀案件 我现在呢正在去见这个家长的路上 这TNT的这个制片人啊就开始犹豫了 哎呦 凉气自杀了 这对我们来说有点 比较 暗了吧 你你得知道啊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积极正面的故事 你这又一个自杀的 要老放这种恐怕不行吧 但是皮特已经跟人家妈妈都约好了 所以皮特呢就跟这个安娜塔西亚 的这个妈妈叫奥尔加的约好了 在积极的一个咖啡馆见面 一看啊 这个妈妈有身材那叫一个漂亮 因为她以前是一个芭蕾舞的演员 这妈妈就说呢 我呀那天回家特别晚 完了呢就发现她没在 结果呀就看着了一张纸条 上面呢就说 妈妈求你原谅我所做的一切吧 我呢你把我火化千万别给我埋了 这妈妈一看呢就着急了呀 赶紧就跑到那个警察局去报尸去了 结果警察说的 哟 有一个那个就从你们那公寓楼跳楼的一个女孩 你就是她妈妈呀 说着啊就给她看了一个那个装着那个运动鞋的那么一个袋子 说这就是她的一些东西 你听听这妈妈看着这个能不能过吗 跟着这个妈妈一块啊 回到了这个他们在西府的家 这个妈妈呢就给皮特啊 看他们以前的小时候的家庭的录像啊什么的 他们住的这个公寓啊 应该算是六十年代的那种特别普通的那种公寓楼 但是啊 呃里边一看装修的太好了 新地板 而且呢那厨房啊都是欧洲式的那种开放式的厨房 这些啊都是她的这个女儿挣了钱了以后给她妈妈装修啊 作为送给她妈妈的礼物 他们以前啊就是在这个安娜卡西亚啊 她成长的这过程中啊 一直是在这个乌克兰 嗯一个就是芭蕾舞团啊 等于专门给这个团员呃弄的那么一个宿舍在那住的 也也是啊 他跟那个就是前边这个死的那个自杀的那个 呃鲁斯拉娜啊一样 就是小时候这爸爸就跑了 所以啊他印象里的爸爸啊就很模糊那个印象 于是呢他的母亲在他这成长中呢 就把女儿就送到了芭蕾舞学校去培训去了 嗯因为呀也是为了就说将来能混口饭吃吧 因为在这个苏联时期啊 你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 你百分之百 你就等于是拿着了跟公务员一样的一个稳定的工作了 可是后来啊就是随着这个制度变化嘛 那就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家庭那个录像里啊 你就能看见这个14岁的啊 这个C啊 他那这时候呢正好拍的他在那练那个芭蕾舞呢 一看啊他就比别的孩子啊 呃显得呀笨手笨脚的 因为他比别的孩子啊都个高 你在这个回旋舞的时候啊 转圈啊什么这那的 他经常就自己一会就摔倒了 而你一看他的这个妈妈啊 这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娇小苗条的美女 这芭蕾舞演员啊不能够太高太准了 你不然的话 你那底座那男的拖你怎么拖呀 而且男的至少得给比你 你在他肩膀这是最合适的 你你这好 你一高了 这男的怎么举你啊 对不对 想再把你给举起来什么 我估计那男的那么举重的还差不多 其实妈妈也知道这个她的女儿啊 呃不太适合跳芭蕾舞 知道她的各个这个动作啊和她的这个身材啊 都属于那种不是很协调 哎感觉就是太高太笨重吧 反正就是不适合当芭蕾舞演员 所以你想你在这个老师面前 那老师看着你 我估计那心同伙就是层层层的往上涨 所以其实妈妈觉得啊 她成长过程中啊 内心里边 尤其是在这个学校培训的这段啊 绝对是一个漫长的日子 而且是一个耻辱的日子 老被羞辱啊 别人都跳得好 就你是吧 后来啊 大概也就是嘛 就是好多人都说 就是哎呀 你这个个儿当模特好啊 因为模特是要身高高的啊 你至少得一米七五以上 七八这样的以上 而且啊 她还是瘦瘦的 你知道吗 她那型 那在那时候啊 那个崇尚这个瘦的那个那个 时装戒里边 简直就是完美 所以啊 这女儿也老跟她妈妈说 让我去试试当模特吧 结果这妈妈妈就说这样了 你等你毕业了 怎么着也得有点学识啊 你别就是一下子那么小就跑去了 就一直拦着 嗯 后来是在莫斯科举行过一次这个模特大赛 一下子她的女儿就进了前五名了 也因为啊 她有这个巴黎 巴雷舞的底子呀 所以她的那个姿态啊 和这个动作啊 那你一看就是特别的有韵味 一下子就在那那一帮那个模特光漂亮的用啊 你得有气质啊 这巴雷舞是绝对锻炼你的气质的 所以你看那时候过去不是女子学校啊什么的啊 一定要让你啊稍微学一点 什么挺胸抬头啊 这个脖子呀 怎么的啊 人不能乱晃啊 什么的啊 我妈小时候就是 我这一走呢 我妈就啪啊 在后边给我 孩子都爱那个驼背嘛 尤其你后来都是不是前胸起来了点了 就特别想让人别注意我这前胸 就自然的就勾搂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妈她们的时候就是走着走着一块儿 那时候特别不愿意走她旁边 她老打你 啪啊 就给一下 把她胸提起来 脖子 哎呀 后来这个妈妈呀就发现啊 这女儿嘛 不就起来了吗 就得了前五名了 后来又在托尼斯 有一次是全欧洲的模特大赛 进了前十五 从托尼斯回来 这妈妈就发现 这女儿已经不同了 她看见了新的广阔的世界 尤其是她那个世界模特 你想想 拿各种游艇 豪华汽车什么的 那种东西是她的那个 尤其乌克兰是个穷地方啊 那时候 就觉得我给不了她什么东西了 而且我现在要教她怎么做人 她也不会听我的了 所以呢 这女儿就只好走了吧 最初几年啊 这女儿还老想回家呢 哎呦一回家就跟她打打打打打打 没完没了的讲啊 就是欧洲的故事啊 见过的人啊 参加过的party啊 什么什么的啊 后来呀就开始越来越在 莫斯科待的时间长了 就等于最后呢 她就干脆把莫斯科 作为她的基地了 就这个时候 就是到了莫斯科以后 妈妈发现女儿变了 变得特别的物质化 后来啊 连她妈妈周围的那些好朋友啊 就也对这个女儿的态度 也不像以前 哎呀 那么你回来了 那种温和了 就是女儿的那种物质化啊 你想这个 她妈妈周围肯定都是那个 文艺范儿的那帮人嘛 就觉得 瞧不上了 或者呢 也有点心理不平衡吧 都有吧 她自己啊 就真的一点都不带避讳的 就跟她妈妈说 我现在就得赶紧找一个啊 又有钱 又有这个豪车 有这个房子 给我买房子 另外呢 就是能够供我 老去度假的一个男人 她呢 还不像那个鲁斯拉娜啊 鲁斯拉娜是想要结婚的人 她就根本不在乎 只要这个人能跟我提供这些 我不在乎她结不结婚 这次采访啊 这个皮特也遇到了这个妈妈的这个男朋友 是一个前乌克兰的一个跳高冠军 在这个奥运会上啊 还拿过铜牌的一个叫鲁道夫的一个人 这个男朋友就说啊 哎呦 说这个孩子啊 你能感觉出来 他的目标特别明确 嗯 而且相当的具体 当然 我作为一个运动员啊 我 其实说 我是理解他的 因为你知道 他们模特 其实跟我们运动员一样 你就得在你年轻的时候 抓住 你能抓到的一切 你别想以后 以后不是你的 所以啊 这个 呃 丽雅啊 我就叫丽雅 丽雅更好说一下 丽雅就开始跟这些富豪们 而且呢 很多都是已婚的男人 开始打交道 这些男人呢 就是承诺 我给你 让你住 让你住豪宅 所以啊 这个一段时间呢 西雅就跟朋友说 你看 我多成功啊 我没问题 我一定会在莫斯科 坚持下去的 可是啊 你小女孩 真的 你尤其 你把男人 作为你的这个 生活支柱 精神支柱的时候 你真的 你就是一个 绝对注定的 要失败的人 你玩不起 这个游戏 在这个过程中啊 等于西雅 就是 不断的 这个 坠入爱河 完了成为 想让他自己 成为一个 这个眼前 这个男人的唯一 总之吧 就是 不断的在换男朋友 哎 经常是 还在一个顶层 高级公寓待着呢 哎 不定下个月 可能就被人赶出来了 不得不跟 这个自己的朋友们 挤在一块了 或者呢 几个女孩 合租一个公寓 另外呢 你因为在 老在这个 莫斯科待着啊 就有点像 那个 鲁斯拉 其实他们 经历差不多 你的在这个模特界 你等于就 消失啊 你就不在那个 时尚界了 那你的这个 很多的订单呢 这个电话 面试就没有了 你不在这个舞台了 你不在这个舞台了 再一个呢 你封面也不有了 就等于他都已经就是模特生涯 也开始发现了问题了 嗯 应该说啊 他那年自杀 就是自杀了 是他24岁 也就是说呢 一般你在模特里边啊 你到24岁 你的模特生涯 你不用你这么跑来跑去 你也差不多 就到头了 大概是因为 觉得自己啊 嗯 已经快要 不行的时候 嗯 又加上这个 岁数越来越大 他可能有紧迫感吧 反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你能感觉出来 就是他的咄咄逼人 嗯 他最后一次去米兰吧 就是一下子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吧 他可能就错过了试镜了 完了呢 还跟其他的女孩啊 还动起手来了 弄得他那个经纪人啊 就接到这个意大利的合作伙伴 给他打电话呀 哎呦 说你这 这女孩怎么了这是 哎呀 不是挺专业的吗 一只 怎么成这样了 你这让我怎么弄啊 哎呦 你这这弄得我一团糟 我这边 你想啊 就这么着 他肯定 以后他的经纪人 都不给他 不敢往前推他了 所以啊 大概是就是 夏天他回乌克兰的时候啊 你要是不说 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了 就是瘦的 那叫一个可怕呀 嗯 而且啊 就是整个的精神面貌也不对 沉默不语 老低着个头 哎 你感觉呀 他就是 心里有什么事 但是呢 又不能跟别人说 以前啊 那可是一个聚会上的一个活跃分子啊 经常就是啊 就是 在餐厅里边啊 那就已经就是 不管不顾的那种放声大笑 经常就是旁边那桌的人都想 那这干嘛呢 这女人那么没礼貌 就这么一个快活的一个女孩 就就这样 而且啊 你想他夏天回来的啊 在乌克兰啊 你再怎么着啊 夏天也挺热的 外边 那个尤其他算是内陆啊 那个基辅那块 40度高温的外边 他居然在屋子里边 自己 躲在那个羽绒背底下 完了呀 自己的胃啊 还老痙磷 或者是心口啊 其实这是抑郁症的特别典型的 就是你很多地方啊 疼 不舒服 好多地儿啊 你觉得是胃痙磷啊 其实是胸口心脏的事 真的 别不在乎 其实抑郁症啊 它因为这个 呃 叫什么 某些物质的不分泌啊 嗯 它最后是会让你的器官 最后不行了 哎 我说过啊 那好朋友的妈就是浑身的疼 下不来床的疼的 哎 后来到最后的时候是发高烧 查什么 把所有科都查了一个六够 没查出 哪有毛病来 到最后了 还是他的朋友说 你妈是不是精神上的事啊 结果 哎 请了精神科才一看 百分百的抑郁症 严重抑郁症 但是那个时候啊 医生都说可能来不及了 就是因为你需要一段时间的调理 你那个才能上来啊 而且啊 这个有的药物对这个人合适 有的药物对这个人合适 那你就得试啊 这医生得两个星期 作为医疗程来试 结果就还没等着试完 那两星期呢 他妈妈就坚持下去 就死了 好 就在说回这西亚 西亚就回到这个乌克兰以后啊 手机也关了 完了一整天 一整星期一整星期的 不出门也不洗头 而且啊 稍微比如说啊 经纪人跟他说 有一个机会来了 说那个 你去不去试价境啊 你知道吗 他居然就能在那个跟野兽一样啊 在屋子里边走来走去 摇摇晃晃一边说就说 我没救了 我没救了 为什么 他都不知道自己应该穿什么出门 就连这个决定就连这个决定都做不了 他已经崩溃了 西亚死以后啊 他的妈妈呢就开始这个收拾他的房间嘛 就发现了一个他以前没见过的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啊 这个文件夹啊 里边加着两个文凭 一个呢是一个大学文凭 这个机构的名字啊 听着啊 特别像是什么 玫瑰世界玫瑰学院 他妈妈还挺纳闷的 完了给的这个毕业证书啊 就比如说你完成了基础课程 一个证书 完了另外一张呢 是一个高级课程的证书 这个证书呢 就说哎 你通过这个课程已经啊 把自己改变成了一个呃 全新的一个人 一个不同的人 在有这个文件夹里啊 有几张纸里边呢 这个女儿啊 在这上面啊 就把自己的性格中 有一些他自己觉得 哪些比较糟糕的一些特征 在那列出来 比如说我懒惰了 哎懒惰啊 这个是这个 嗯 抑郁症的 典型的一条 就打不起精神嘛 所以呢 你让他干什么 就起不来床 咱们都能找无数的理由 我就是哈 所以我为什么坚持这个啊 我也想让自己呢 就是不懒多嘛 另外呢 就是这个西亚说自己缺乏目标 哎 完了他还吸毒 完了呢 他还找错男人 这妈妈呢 在这里边啊 又看到了一张明信片 这明信片上呢 就说 呃 这个 当你明白 你自己到底是谁 那你到底是谁呢 你周围的哪些人 能够承认你呢 你能不能说一句 不能 你已经在路上了 你的摇篮曲就是冬天的结束 这妈妈就在琢磨呀 这个世界玫瑰学院 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看来好像是分析着就是一个心理建设的这么一个学校 是不是啊 以前啊 他的女儿啊 行行呼呼的给他说过几嘴 就是比如说他们上那课啊 呃 让你回忆童年呢 呃 说说你心中的秘密啦 什么的啊 另外呢 就是你得签一个合同 就是这个培训的整个过程 你是不能对外说的 都要保密的 呃 他女儿自己说啊 他觉得他上的这些课改变了他 让他自己呢 更完美 嗯 这也是我啊 比较抵触心理辅导和这个叫什么 呃 宗教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这种很多暗示啊 我从我亲身经历来说啊 比如说你老遇见跳大神的呃 这个鬼鬼神神的这些人 那你生活中一定会遇到鬼 这就是心理暗示你懂吗 所以比如说你真的 你跟这些人 我留一阵 我那帮闺蜜啊 天天的大师啊 存命啊 什么的啊 弄得我真的 我我是一个绝对不信这个的人 但是那天我去有医院 我真的就是带着鬼回家了 晚上我连那卧室都不敢进了 哎呀 所以我后来就是谁跟我一说这个 我躲老远 我不打交道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个鬼再也没见着过 这个妈妈呀 当时还说呢 你根本不需要这课 你多健康的一个孩子啊 你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什么自我完善的 不用去 这妈妈啊 确实女儿跟她聊这个 这个世界玫瑰这个啊 聊的特别少 所以呢 就在她办完这个葬礼以后啊 这个不是好多的这个明星模特啊 都来参加吗 结果就 借这个机会呢 她就跟这些从莫斯科专门飞过来的这些好朋友们就问 这个最近这一年她在那边都怎么过的呀 结果她朋友就说 她在那世界玫瑰待了一年多呢 你不知道啊 妈妈还真不知道 而且呢 也不知道居然啊 在那个地方要花上万美元 模特们啊 有一些就跟她说 说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像邪教 你知道吗 于是这妈妈啊 就在这个网上开始找 哎 这个世界玫瑰啊 打的广告啊 就是 呃 我要你个性发展的培训 另外他们也提供什么企业培训什么的 这个妈妈呢 就发现啊 西埃啊 在这个 在这里头啊 人家给她寄过来的一些什么呃 呃 什么培训资料啊 或者什么的啊 上边呢 有两个男人的名字 于是这妈妈呢 就给这个两个男人的这个名字的 就打了电话 正好啊 这个因为她为什么要打呢 是这个她女儿啊 有一个就是像这样的手机 你知道这手机啊 呃 多贵嘛 而且镀金的 你知道吗 两万美元一个 就这么一个啊 呃 她女儿有一个 这女儿 这也是一个就是她过去的一个情人给送的 于是这妈妈呢 就找这个通讯录啊 哎 发现这两个男人的名字还在这里边确实有 才打的电话 那意思总归是肯定能在通讯录留下的 那一定是好朋友 所以她就想呢 这个怎么也通知一下我女儿去世了 是吧 只有一个电话 哎 那个通了 那个另外一个呢 就没人就是通了 没人接 结果接的这个一听说 西亚死了 特别震惊 哎呦 她说但是我也你要关于这个世界玫瑰这事啊 我不能说太多 因为我也签了这个保密协议的 不过啊 她说到这来的人啊 都是老哭 她本人啊 并不是这个这个单内的 她是也是跑这啊 一块上课的 只不过呢 她只是上了一个基础课 她觉得对自己没什么太大用 她就不去了 这妈妈呢 和这皮特一块啊 就在互联网上找 关于这个世界玫瑰的这个啊 还真没什么几个论坛啊 会有什么人聊起来 大概也就几个人写过关于她的 有的呢 觉得呢 就是这个 把我的生活改变了 哎 我的人生从此有了这个积极的一面 还有的人呢 就说这就是一个骗钱的公司 等这个皮特啊 跟这个TNT的制片人啊 说这个关于这个玫瑰这事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拍一拍啊 什么这那的 和这个关于这个模特的事啊 这TNT直接就说 不感兴趣 尤其TNT说了一句 那不是乌克兰呢吗 我们莫斯科不感兴趣 好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